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学生歌后 邓丽俊小姐 Change 2018年演出的电视剧《但愿人长久》 一是因为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题材 直到六年后的现在才开播 找不到他的心组 只听到那难平中 他在剧中饰演一代歌后 邓丽俊服装 发型都下足功夫 播出后成为观众讨论话题 不料被网友吐槽 大灾难 还特地拿邓丽俊的照片做对比图 直呼 从世界一些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但也有网友帮忙缓家 其实是邓丽俊的家人授权点名让陈妍希出演 拍得蛮棒的呀 我看完了全集支持陈妍希 陈妍希为了饰演邓丽俊 特地前往泰国 日本 香港等地 探访邓丽俊的足迹 也积极训练唱功 当时邓丽俊的三哥对于陈妍希的努力相当感动